可是大家會發現 我們可能留意子孫的東西 會比我們接受到的要來的少 而且可能少很多 而且畢竟是我們子孫的 可能是我們老的時候未必看到的 那我們發現說 其實永續發展講半天 這些問題都一直在持續存在 而且越來越惡化 過度的開墾 氣候變遷 森林消失 淡水的供應可能越來越有問題 沙漠化 是不是 結果我們的地球如果完結沒救了呢 目前好像還有一點希望 不能說沒救 大家就想多算 那就算 那我們的人口其實還不斷地在增加 所以大概到了本世紀中的話 可能有 有的人說90里 有的人說可能110 現在已經70里了 那我們整個這個真存的地球 土地淡水糧食能源 我們現在使用的都是有限的 那人越來越多 每一個人都需要很多東西啊 我不像一般的生物一樣 只要吃飽了就沒事了 我們人能住得吃飽還要穿衣服還要穿漂亮的衣服 還要穿漂亮的衣服 住房子還要住大的房子 有了基本的生活之外 我們還要手機的杯 現在沒有手機不能了 然後有開車 有各種各式各樣的需求 那大家都羨慕過得比較好的人 所以大家都希望過得比較好 我們的這個社會 這個地球有沒有辦法供應 大家現在是沒有辦法供應嘛 所以將來我們會不會走上草場的悲劇 什麼是草場的悲劇嗎 我們該不該說 那我們現在看發展 也就是說我心想跟各位談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講環境的問題 環境的問題其實是政策下面的界骨 不是某一個商人他黑心的界骨 因為大部分的國家都在追求發展 那所謂的發展呢 就要利用國家的能力 去把這個國家的資源放在某個部分 似乎可以讓大家更好 那發展本來的想要的目的呢 是謀求社會的最大部分 而且還要兼顧公平 就合理 利潤的合理分攤 成本分攤 就是大家在發展的模式下 大家會過得比較好 是大多數人過得比較好 所以成本跟利潤 大家都應該分攤 而且應該是富人分攤比較多 窮人分攤比較少 可是實際上呢 實際上我們發現 尤其是人全球化之後 不只是台灣 大部分的國家 透過公權力 去把私人的財產 變成某些特定族群的財產 所以其實環境的爭議 是因為發展 每一個國家都要求發展 我們現在也有這種發展 跟意思 還在繼續中 你看這些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 立委候選人 哪一個敢講說我反對發展 沒有 也就是大家會那個觀念認為發展就是好 當然我們現在的發展有它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發展是追求的金錢 而且這個追求的金錢 是說總量 總量的問題裡面呢 其實是說有錢的人變得更有錢 沒有錢的人 反而負擔比較多 而且他得到的利潤比較少 所以這種發展模式 其實是不應該被再繼續鼓勵 或者說以後要改變它的發展模式 所以在長久這種發展模式之下呢 其實政府用的資源用在某個地方 譬如說我們過去一直用在石化 用在這種高耗能產業 所以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水 我們的空氣 會拿去 會提供給這些人去消費 讓他們去換取利潤 那其實其他的成本呢 一般把百姓的健康 食品的健康 那都被犧牲掉 所以不只是個人的開發單位 不只是我們人跟自然的關係 而且是不同族群 有錢的人 企業家 跟受影響群眾之間的關係 不只是我們講的各別的公司跟工廠 跟他的附近居民的關係 所以本來呢 應該發展會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 會自然的朝向永續發展 所以很多人 尤其是自由派的學者 會認為我們不應該妨礙 所謂自由市場的運作 大家也可以知道 我們很多的事情說 油價要調整 水價要調整 或者什麼要調整 經濟學家 很多經濟學家要幫助 我們要依照自由市場的經濟 自由市場的經濟 講白一點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時候 不是自由市場 簡單的來說 我們去買豆腐 吃自由市場 因為這家會去別家買 買麵包你去這家買 它不能熔斷這個價錢 我們的油價就不是自由市場 今天你不是買財數就是買中油 兩個價錢完全一樣 這個就不是自由市場 可是他們從來不會告訴你說 我們不是自由市場 可是要調整價格的時候 就說我們要用市場經濟 所以那個根本是利用虛了 那還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說 不成長就是衰退 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 不成長就等於衰退 那最近聯合國跟一些西方國家 在最所謂的綠色發展 經濟發展綠色經濟 就是說他們過去台灣 還一直有這個觀念 經濟發展一定要犧牲環境 所以沒辦法 我們要賺錢 這個環境破壞是不得有的必要之惡 人家已經逐漸脫離這個觀念 還有我們政府還有很多老舊的思想 認為所謂的綠色經濟是有錢的國家 工業先進國家的奢侈品 其實比較起來台灣早就已經 跟工業國家很多東西很相似了 但是我們不再是開發中國家了 所以他們認為這些是 阻撓全國發展的一個藉口 那我們後面會舉得國做例子 那發展跟環境 常常會碰到的問題呢 就是在西方國家過去也是這個樣子 西方國家過去 空氣忽然非常非常嚴重的時候 倫敦有一陣子忽然非常嚴重到 嚴重到有些地區甚至是能見度是零 能見度是零 能見度零就真的是生能見無恥喔 黑箱是嗎 蛤 黑箱 博明漢 博明漢黑箱 也不一定是 就算博明漢之外呢 其實還有就是倫敦在1950年發生過 五天的這個所謂的批勒國 那五天就多死了四千多的人 所以是非常嚴重的 那為什麼這些國家不管呢 就是一個我們對環境的問題 在沒有知道的時候 都認為找不到證據啦 這個東西會不會影響健康不知道 所以政府不要去管 對不對現在也是這個樣子 可是WHO最近已經改了 就是你的新科技發明的時候 發展出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他對人體有沒有害之前呢 都應該以神聖的態度去處理 好 譬如說電磁波 電磁波 你不要等到說累積了十幾二十年 三十年 十十年 就發現啊 當初小孩子用手機用太多了 身體受到影響了 等到累積夠多的資料 那些人就白白受害嗎 所以都應該用 就是預警的制度 預警的態度來看 因為過去發生了太多次的現象 所以譬如說這個X光機發明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都知道X光不能多照 可是X光機發明的時候呢 百歐公司都會放X光機耶 很多民眾都去試啊 你想看金電甲 我不知道X光有問題的話 你會不會去試 這個新科技嘛 好有意思喔 可以照出你的腳的耶 可以幫你買到一個跟你腳滿 完全組合的鞋子 好棒喔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新科技發明後 我們也在用啊 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對人有什麼影響啊 根本沒有這個研究啊 耳機貼貼貼用啊 手機貼貼用啊 有沒有影響 不知道呢 這個是 這個是人 人類發明出來的 不是自然的東西 然後呢 以前還有真的夜光錶 用雷放射性元素 它真的夜裡不發光 可是做這個錶的理工呢 後來都得可嗆啊 為什麼因為它要去 用那個補去沾那個 是甜甜甜酒等等 它就有很多放射性元素在它的嘴巴裡 還有呢 我們的RCA工廠啊 我們講那個火力碳化物啊 有千七油啊 這些都是我們人 欸覺得這個東西很好用 對我們有幫助 可是根本沒有去瞭解說 這東西有那麼嗨 就在大量的使用 使用結果就產生了很多的問題 所以WHO建議呢 沒有確確證據之前 應該是有預警的態度 可是我們呢 我們一直到現在為止呢 我們對於環境的議題呢 沒有證據它有罪之前呢 都是無罪 對不對 你看環保守是都有態度 是 結果我們對法律案件 不是這樣 法律案件 應該是沒有證明這個人 有罪之前 這個人都是無罪 對不對 結果我們的媒體 天天講說 好像這個人就是殺人犯 結果還找錯人 沒有去判罪之前呢 好像這個人已經是 這個是貪毒 腐敗到無可出家 我們對於真正該證明有罪之前 或是無罪 應該真的兩組 我們應該是對某些事情 沒有證明它有罪之前 採取謹慎的態度 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這個發展 發展其實就是政府用它的公權力 去把社會的這個資源投入在某一個特定想發展的這個方向 所以政府對這些它要想發展的目標 會不會真正好好的管呢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 所謂的潮藏的悲劇 潮藏悲劇1968年的生物學家寫的 他的Tragity of the Commons 那悲劇 悲劇很缺切 如果你明明知道它會發生的事情 結果你做了任何事情都擋不住 就還是發生了 所以假如你假如算命 算說你會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已經知道了 可是做了很多事情都沒辦法打 這就叫悲劇 所以像我就很喜歡算命 我寧願不知道就算了 那就是意外 不知道發生了一個意外 那他說這個悲劇是什麼呢 就是說一個草 一個草原的話自己必須用 這草原都可以幫我養很多的牛 每一個人都可以來幫我 在中古時期這個不是問題 因為都會生命 醫療都發達 所以一陣子就會出現 所以那個養的牛 從來不會超過這個草場 能夠複合的這個量 可是醫學越來越發達 越來越發達 這個每一個人都會想 那我多養一頭牛 那我的收入都會增加 即使是超過這個草原的複合 我還會多養一頭牛 假如我是從我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 因為其實草原不能複合 每一頭牛都吃得比較瘦 可是我還是多一頭牛 所以我的收入還是增加 那假如我少養一頭牛 我的鄰居就會因為我少養 他的牛會養得比較好 他的收入增加 他會比較穩 如果有錢 我犧牲的結果 我什麼都沒得到 我還會被人家笑傻瓜 那我怎麼樣做這種事 所以假如沒有規範的話 這個草原有一天就會崩潰 所有人都遭殃 這就是他講的故事的意思 那我們是不是有點像這樣子呢 我們幫我們環境破壞 每一邊都知道我環境破壞了之後 大家沒有辦法生存 可是大家就想 我現在的工作怎麼辦 我現在很想要爭取多一點的收入 這樣每一個人都這樣想的話 那是不可能把這個趨勢留轉 所以過去呢 我們有一些河川啊海洋啊 爛谷 我到時候就沒魚了 那慢慢大家就知道 大家應該來共同管理 共同管理之後呢 規定 捕魚只能有多少的船 什麼時候可以捕 總共的量不能超過多少 讓這個魚可以自己富裕 所以草堂悲菌 意思就是說假如我們這個環境 在大家沒有共識 沒有辦法共同管理的情況下的話 這有一天會走向悲菌 那 我這邊舉個例子 中央的鹹海 過去也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這個鹹海呢 是在哈薩克跟烏伯斯坦之間 在這個地方 這個有多大呢 這個六萬六千平方公里 大概從臺灣快點被搭 世界上那個時候 1960年代的時候 是全世界的第十大的淡水 它甚至六點一公尺 最深的地方六十八公尺 那個時候的鹽分只有1% 是促進居民的魚啊 農啊 貨運的這個交通的管道 數十萬人依賴這種生存 2009年的照片 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細細的線呢 是1960年 胡的面積 就是臺灣的兩倍大 到2009年的時候 衛星照片 變成這麼一點點 這個全部都乾掉 為什麼 60年代開始的時候呢 蘇聯 那個時候是蘇聯 蘇聯就是認為 那麼多的水嘛 我們就把一些河水蘭去種棉花 好了 不是發展嗎 大概叫做發展啊 發展農業 就水蘭走蘭走蘭走 就越來越沒有水到洞湖裡面 就發現變成這樣 所以90%的水都被蘭掉了 那因為沒有水進來 反正也蠻淺的 所以就乾掉 乾掉那個湖底本來也沒有什麼自備啊 乾掉之後就飛沙走石 然後那個鹽分就越來越濃啊 因為附近還有農業活動 農藥啊還有一些小工廠啊 這些東西都本來都排到這個湖裡面去 最重金屬啊農藥啊 各種的這個跑來跑去 所以這個地方呢 本來是很還蠻不錯的地方 現在變得沒有辦法居住的地方 各種問題啊 肺結核 扁條線發炎癌症肝鹸過癮 整個濃郁都排到 那現在呢 聯合國呢 希望去搶桌一小部分 就是這個湖呢 沒有本來的照片 這個湖呢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本來就很窄 所以在哈薩克在這邊蓋一個堤房 水呢 河水進來的時候就可以攔住 但我也要到下面這個湖裡面去 所以在這邊被攔住 所以這邊看起來好一點點 所以聯合國是有組織一個委員會 希望能夠搶救這個湖 你可以想想看五十年 五十年左右的時間 能把一個幾千年的這樣一個湖 搞成這個樣子 要搶救回來 能花比較少的經歷 回得來又沒不來 你知道嗎 那所以 為什麼我們需要政府的介入呢 本來自然 本來這個環境有爭議 我們說假如簡單的說 這個廠商跟他的鄰居有 這個工廠跟他的鄰居有爭議 簡單的來說呢 假如這兩邊都想解決事情的話 參與者不多 那個互相可以討論 譬如說 這個化工廠跟他下游的 這個洗燃鍵 或是遊樂場 這兩個不相同怎麼辦呢 那遊樂場說我出錢幫你安裝好了 好 儲物設備 這是一種嘛 那另外一種就設定 或者說我把你買下來 你不要再生產 或者是工廠說我把你買下來 就是假如菜育雙方不多的話呢 他們可以透過自己私下的卸商結局 可是大部分的環境問題牽涉的人很多 工廠跟附近很多的居民 這居民呢很難去跟這個工廠卸商 譬如說台宿這麼大的企業 他有能力去養很多律師 可是一般老百姓你要去公 又要去跟田一樣去做什麼 都已經很辛苦了 根本沒有錢去請律師 也沒有這個時間去跟你打官司 所以呢 基本上有一種就是 大家集起來請一些人去幫忙 或者是 因為大家意見不一樣 所以本來就應該說 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政府出面 來做一些規範 那這個環境的規範也是最近的 譬如說冰國有統計 大家看來也會嚇死 1842年的時候 Manchester是工業職 百分之五十七的勞工 小孩子活過五歲 五十七%喔 那勞工平均壽命只有十七歲 台上現在的大學 都市的窮人是三十八歲 平均壽命 鄉村的婦人活在九十五十二歲 一看現在差很多 不已經超過鄉村富人的年齡了 所以現在跟那個時候真的差很多 我們現在看來都覺得 哇好可怕 那剛剛就有提到 一九五萬元 原本的汙染時間 那五天的時間就是多死的時間 所以其實這環境事件 我們應該跳脫說 它是不道德沒有良心 但應該要去追問的是說 政府為什麼不管 政府有這個能力啊 我們有納稅啊 我們本來人沒有辦法去管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們把錢交給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幫我們檢查食品的健康 去幫我們做一些交通的規範 建立一些這個基礎的設施 那同時還要幫我們處理一些 我們個人沒有辦法處理該處理的問題 那政府為什麼自己放任 其實汙染主要是因為政府放任 放任其實就是變相的狂逼 所以讓那個事情應該很大 那為什麼永續發展難以落實呢 就是我們要開一點錢的利潤嘛 大家說最近經濟不景氣 很多國家都提出不同的振興方案 那振興方案呢 有的是比較長遠的 所以有興趣呢 可以去比較各國的振興方案 那我們台灣呢 也其實就是個花錢 好像今天是個長遠的目的 所以 雖然 永續發展也是最近才提出來的 過去的所謂起初的政策呢 都是非永續 不公平的經濟發展 所以為什麼呢 很多努力去減少環境破壞 但是環境破壞依舊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把資源 投入在國外的地方 大量的資源投入在土地的炒作 化石燃料 我們去挖掘去使用 去建立這些infrastructure 還有產生所謂金融性延伸商品 這些對於實質的環境的保護 其實也會幫助的 那真正的這些所謂的再生能源呢 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啊 減少我們大家 個別使用能源的大量運輸啊 怎麼樣農業變得比較有趣 怎麼樣讓我們的生態 共存物種的保護 等等其實政府 在這方面的投資很少 不只是台灣政府 大部分的政府也都是這樣 我們希望一下就賺到錢 讓民眾覺得 啊我的政治人物好棒 我很快的就可以幫大家賺到很多錢 這樣 可是那個錢呢 是大概很好的 我們家裡的事 那所以現在那個聯合國呢 就在推出我們的綠色經濟 綠色經濟呢 就是簡單地就講 一些低碳自然資源的有效應用 跟設備包容的參與 就是大家都可以參與 就是大部分的民眾 可以參與的一種全策或者 希望鼓勵工跟私的投資 在強化在充建自然資源 因為自然資源是有限的 這個有限的資源 現在我們慢慢慢慢看到 它其實不太 已經不太能夠提供我們的 這樣的服務了 那要消除 其實它最重要 要消除傳統說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 是互相聰明的 是因為希望呢 傳統的經濟指標呢 必須要修正 應該要納入個污染啊 資源耗勢 所以生態破壞還有財富 是不是公平分配這樣的問題 這有點稍微反鎖的點 因為我們 這個近二三十年 聯會國的調查發現 六成主要的生態系統已經被破壞了 在漁業裡面呢 8%的物種消失 20%已經快沒有了 52%已經達到極限了 只有20%還可以在漁業 那天西亞就有著名的資格 這個布洛公司 他說2013年的時候 其實淡水的需求 只能滿足我們人的60% 那一旦資源變得比較匱乏的時候 影響最大的就是中低收入的人 因為供應減少需求增加 那個價格會越來越貴 所以影響就會被這個不整理的擴大 所以他們建議要建議指標 就是希望能夠了解我們目前的環境 目前的環境是怎麼樣 要怎麼樣去評估我們的活動 跟這個環境之間的關係 就有一些指標 所以指標要怎麼做 其實還在爭議 有不同的指標 那另外呢其實就要建立說環境的期限 就是我們台灣 應該了解我們台灣的期限在哪裡 我們的土地有多少 我們可以供應我們的水資源有多少 所以在人的生活必需之外呢 我們認為假如農業是很重要的話 農業是應該有也很高的用水優先 所以剩下來的才能夠提供工業 所以我們要對工業要怎麼樣去規劃 我們要怎麼去調整我們的使用方式 讓它用水在儲品變得更嚴格還是怎麼樣 對於沒有辦法再生的資源呢 就應該盡量減少使用 譬如說我們現在用的化石能源 不是再生的 所以我們應該用的比較慢 也就是說假如我們用的越慢的話 這個東西可以用越久 那假如是不能再生提高效率 或者是我們去發展再生的資源 那對污染物的態度呢 就是這個污染物假如第一個 它可以在我們環境裡面被自然的循環掉的話 那我們就應該保持它在這個自然可以循環的量 可是假如這個量呢 會影響我們人的健康 那我們應該再把這個濃度要降低 就是譬如說二氧化瘤 二氧化瘤我們自然界可以循環 所以假如我們這個量可以自然循環掉的話 OK 但是假如這個濃度呢 還是對人體健康有影響 那對不起 即使它會自然循環 我們還應該把這個濃度再下降 到不影響我們人體健康的程度 那可是對於有些污染物呢 是沒有能力自然沒有能力可以循環放射性的步驟 譬如說輻射的物質自然是沒有辦法循環 會擦到非常久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不應該讓它釋放到我們環境裡面吧 所以其實這個是歐盟所起到的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跟自然的關係 我們這個台灣的資源是哪些 我們應該怎麼樣今天是什麼樣的環境 過了50年之後給另外一代人的環境 也應該是類似的情況 不應該讓破壞到說他們根本沒有辦法使用到 所以還是要提到這個濾景的原則 用濾景的原則來處理這些環境的議題 所以國際的公約也是用這樣的態度 不是等到事情已經是非常的明確的時候 我們再來處理 可能那個時候處理就已經太晚了 所以還有所謂的資源與環境的期限 所以每一個國家都應該訂出來 它自己的資源與環境的期限 所以我們台灣的環境的期限是什麼 我們有多少水 我們有多少的土地 我們有多少的平地可以用 高山兩千公斤上的高山 到底是不是不適合去開墾 這些都應該是我們政府的規劃裡面的大部分 那我們等級的例子呢 就是講氣候變成 我們這邊有幾個例子 然後我們就盡量的把它快速的縮過去 這個是最近大家最關心的議題 就是這個是一個過去四十萬年的冰河的紀錄 下面是溫度上面是二氧化奶 這兩個有非常好的相關 那我們看到冰河跟非冰河時期的溫度差 差了攝氏五到六度 分氧化蛋濃度差的是八十個PPM 我們現在百萬成之一 那我們現在這樣的話 已經達到三百九十個PPM 那加上所有其他的溫度期限 現在已經是四百四十個PPM 那相對於工業革命 零馬零這邊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前我們是二百八十個PPM 已經超出來一百六十個PPM 那跟過去冰河跟非冰河時期 比起來我們是兩倍的 那我們增工業增幾點 那當然科學家的預測 在2007年的時候 科學家的預測說 溫度本市經過的時候 增溫呢 是增大概最極端的預測 大概是平均之針四度 海雲面增加大概五十公分左右 可是有的人認為 他的預測還太過保護效力 這個最近又不改 那國際間呢 對這個氣候變遷的問題呢 其實從八零年代 從末期就開始期 不過正式被國際討論 是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的時候 正式就說要成立一個氣候變化缸 公約來約束這個氣候 來減緩這個氣候變遷的問題 所以1997年的時候呢 金鈴必定書就簽了 這個簽了之後呢 到了2005年才生效 那一直到2005年生效之前呢 其實大家都還議論分分 大部分的國家 工業國家認為這件事情是蠻真實的 變無約於做是另外一件事 變無約於做是另外一件事 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呢 認為這件事情是工業國家 要安安於開發中國家發展的這個陰謀 雖然是這樣說 我實在不懂會是不是陰謀了 因為開始也被要求開發中國家要強調 但是有這麼一個說法 那我們台灣呢 也很多人一直在這樣子說 包括秋章啊 包括很多現在突然跳起來 暫停要這個氣候變遷 要去處理的很多人 其實在三五年前都說 啊這個是假的 這個不確定 這個是陰謀論的 那現在他們為什麼改變 我不太認為說 他們一向突然認為氣候變遷是真的 但是因為國際上越來越覺得這個是真的 那我們政府也開始有比較多的經費在這裡 所以因為經費的關係很多人 一跳過來研究氣候變遷 但是是不是真的很認真的 來研究氣候變遷呢 其實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對於氣候變遷的討論 這一兩年媒體報導的比較多 但是還沒有講到它的嚴重性 那國際上面為什麼會加速呢 那國際上面為什麼會加速呢 是2006年的時候 英國首席的經濟顧問 在他們政府的要求之下呢 出了一個報告叫做 氣候變遷的經濟訓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那他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談 氣候變遷 過去談氣候變遷 那些都是自然科學家 所以大家其實不知道 到底要做多少 做到什麼程度才夠 那他的基本結論是這樣子 那個時候啊 2006年的時候說 所有的溫室效益基底加倍 其實是430個分別 假如我們不做任何事情的話 氣候變遷造成的天災的損失是 5-20%的GDP或更高 有些事情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 去年這個時候俄羅斯熱浪 熱浪熱到什麼程度 有的地方甚至40度 那個地方平常是20度的地方 你想想看 那些人怎麼受得了40度 我們都受不了40度 好 那20度的地方 那就是會熱速給人 所以俄羅斯以前都認為 氣候變遷對它是有利的 因為溫度升高一些嘛 它可能跟重的面積都變多啊 等等等等 它都認為它是有好處的 所以它是最積極的國家之一 前年的時候 前年還是大前年 那個緬甸有颱風 造成非常大的損失 我們台灣有一些別的報導 可是沒有去更詳細的講 為什麼它的損失非常的嚴重 因為緬甸過去是沒有颱風的 沒有颱風會去到緬甸 氣候變金的影響 改變颱風的目境 讓颱風去到緬甸 你可以想像 你就想像巴黎島好了 巴黎島也是沒有颱風的 所以它的房子帶的非常清涼 減便 所以哪一根假如跨離島的颱風就完蛋了 所有東西都會催來 所以它不能一逆 所以這個Stanley的理由就是說 假如我們不做任何的改變的話 氣候變成造成的損失呢 可能是5到20%的GDP 或甚至更高 更高的因素就是因為有些事情是我們 人不去想像不到 但是會發生 那假如開始減量呢 成本可以控制在1%的GDP 等等等等 然後他說最近10、20年不採取行動 扭轉氣候變遷的這個機會就不見了 真的喔 扭轉氣候變遷的機會就不見了 這是2006年講的 現在已經是2010年的一半過去了 我們全球都沒有行動 我們台灣也沒有行動 這個機會慢慢慢慢的消失了 因為我們還是持續的排到二氧化淡 而且排到人比以前越來越多 所以假如持續的珍貴的話呢 到了2050年的時候 我們的二氧化淡 2030年 對不起到2030年的時候呢 二氧化淡濃度就是工業革命前的兩倍 那個時候會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那為什麼這個時機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有的人 拍一個電影叫做《索政府兩度》 原因是這樣 這個是2007年 IBC的報告裡面所做的一個評估 就是我們不管人 不管人是不是可以控制二氧化淡 我們先把它放一邊 我們先用科學家的算法 假如我們的大氣裡面 溫室氣體有多少 那個量呢 就會影響我們的輻射 太陽進來地表出去的這個輻射的關係 那我們的增溫就會比以前多幾度 他就說假如我們所有的溫室氣體加起來 415到490的話 我們的增溫呢 就會比工業革命高出2.0到2.4 假如我們希望是維持在這個濃度喔 那全球我們人的二氧化淡排放呢 就要在2015年之前達到最高峰 之後就要下降 我們才可以讓我們大氣裡面的濃度 維持在這裡 我們的增溫才會在25左右 那2050年要比2000年的二氧化淡 還要再少多少呢 少百分之50到二氧化淡 那大家現在的討論裡面呢 都承認 增溫不超過2度 是我們全球可以接受的 假如這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大家就必須在2015年之前呢 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達到最高峰 然後就要開始減量 那這個報告出來呢 就有提到 所以因為工業國家發展比較早 大部分的二氧化淡也是他們早期排放的 所以呢 希望這些工業國家呢 做比較多的減量 2020年的時候呢 那就希望他們比1990少百分之20到40 2050減少百分之80到90度 希望目標能夠穩定二氧化淡度在450年 增溫就不超過2度這樣 所以為什麼會有人提到一個所謂的正負兩度 其實這負兩度是沒有意義 因為不會降溫的 這個提出來之後呢 其實在這個提出來之前 德國就已經早就宣布 2020它會比1990少百分之40 而且那個時候就雲和了 然後2020年會比1990少百分之80 那同時英國通過了一個法案 2020大概比1990少百分之30 2050少百分之80 那我們台灣也聽到 因為聽到節能減碳 哇 經濟學家或者政府官員 就嚇死了說 一減碳我們的經濟就萎縮就垮台 那你認為德國跟英國 是要讓他們自己的國家垮台嗎 絕對不是 因為德國、英國 其實看到說未來化石能源是有限的 所以誰能夠在再生能源上 搶得技術的先機 他就是未來世界的領導 他是這樣想的 這是德國的減量 這1990開始 這個是他的經濟發展 紅色的GDP 藍色的呢 是他的能源的消耗 逐漸的下降 所以他現在是 1990要少了快 就只有用到90% 不到90的能源 而他的二氧化碳呢 是2009年的時候呢 他是二氧化碳比 就走進少來的27樓 所以他2020減到40% 是可以達成的 那他是怎麼做到呢 節能跟發展再生能源 各半 節能跟再生能源 所以我們台灣呢 有做太陽龍光電版的廠商 他聽說是全球第二大的輸出國 我們自己呢都沒用 我們大部分都輸到德國去 我們真正要用的時候 常常用中午後 用中午後 便給 好嗎